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自110年12月23日起 开办台北通APP推播 提醒罚单与其未缴即将移送强制执行讯息之服务 每周推播讯息约2万人次 截至目前接获推播通知后 缴款之违规案件有7564件 缴纳金额718万9109元 这个要从我们那个交通违规罚单 他的寄送的方式来说明 就目前的法规规定 我的交通违规罚单 只要过了应这个档案期限 然后60天他一直都没有来缴款的话 我们这边会重新再开立裁决书 然后提醒他做缴款的动作 那如果过在收到之后裁决书 然后再过30天 他还是没有缴款的话 我们这边会依法律 然后移送那个行政执行 然后强制执行的部分 就可能会扣押他的财产 或者是扣他的薪水 就是后续会有一些比较程序上 就是有透过行政执行的这一块 那目前我们透过这个台北通 这个APP的话 就提醒他说 可以尽量避免他不要进行到这个程序 然后让他提前交款 那我们提供这个服务呢 是针对于台北通的这个金职会员 也就是说他只要注册台北通的金职会员 有去做过身份证这样的认证 他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服务 然后我们这边会主动提醒 那他收到了通知之后呢 上面也可以直接点选那个 监理服务网的一个连结网址 他就可以自己线上查询 跟线上交款 所以以现在目前在疫情的情况下来说 他也可以在上面交款之后 就是尽量避免接触这样子 所以是也是蛮推 就是利用这个方式 然后推广说 我们现在用这个方式来做交款 宣导这样 裁决所表示 透过台北通推波 也可有效提醒 未至监理机关 变更居住地址 以致无法收取罚单的违规人 不要忘了缴纳罚单 案例的部分呢 现在应该是说 目前今年我们这边有配合 行政执行署那边 做一些酒驾专案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酒驾案件的话 它的那个罚单的金额 其实都蛮多的 有的可能超过18万以上 像这种的金额的话 它会去查掉它的财产 有没有财产可以做强制执行 所以目前的话 今年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配合执行署 去做车辆的扣押 或者是房屋的那个 房屋的拍卖 其实我们这边都有做配合 目前我们现在推波之后 缴款的件数 大概7500多件左右 那目前收到的款项 大概是719万元 这个缴款的部分 其实它是一个辅助性质的部分 就是我们其实本来就已经经过 整个书面的吹角流程了 对那其实这一块只是在辅助提醒 它说有这个案子 那当然我们也有发现说 我们经过吹角 使用台北通APP吹角这一块 然后因为它之前的案子 它之前的那个书面资料 有可能是透过公式送达的方式 完成整个送达程序的 那代表它不一定有收到那个资本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辅助这一块的那个补充说 它有透过这个方式收到这样 裁军所提醒民众交通违规罚单 除了可以透过监理服务网查询缴纳 还可以下载监理服务APP或手机行动支付 以及超商多媒体机等各种管道缴纳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